選取畫面上方的雪花 我們在動畫預設集裡面加入 彈跳當中的垂直彈跳 在下方打開顯示動畫預示圖 我們將雪花先拉出去頁面範圍外 點擊一下路徑 當它動畫掉進來的時候 雪花剛好會垂掛在頁面的上方 將秒數設定時間為1秒 重新將其他的雪花也依序做一樣的動作 預示集選擇彈跳當中的垂直彈跳 將雪花拉到頁面外圍 把路徑調整到剛好會垂掛在上方的位置 將時間秒數調整為1秒 完成後將計時器打開 因為前半段有很多光芒在進行動畫的播放 所以如果希望在一開始就可以看到雪花的垂調 我們必須將雪花的動畫往上拖曳至上方 浴室 如果希望雪花可以在不同時間進行播放 只需要重新分布計時器就可以了 到第三頁的位置 打開圖層面板 我們將雪花圖層進行鎖定的動作 打開圖片圖層 首先我們選到I love you 這一組圖片 在視窗底下互動打開動畫面板 我們選擇它會由下方飛入 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或者是路徑 在屬性面板的下方旋轉360度 縮放150 完成後我們在事件的地方取消載入頁面 點選按鈕觸發器 當游標變成準頭形狀的時候 點擊雪人一下 雪人立即會被設定成按鈕 這時候我們進行預覽 確定當我們按下雪人的時候 會播放I love you 這一組動畫 接下來我們還要將雪人的按鈕 觸發的時候會播放音效 我們在檔案底下進行 到音效資料夾當中選擇這個Kiss MP3 在畫面任何一個地方 在畫面任何一個地方 繪製音樂框架 確定音樂已經置入 選到雪人按鈕 在按鈕面板當中 我們新增一個動作 聲音 選擇畫面當中的Kiss MP3 選擇畫面當中的Kiss MP3 選擇畫面當中的Kiss MP3 再次進行預覽 當我們按下雪人的同時 會發出一組音效 然後請往下雪人的跟紅色 再次進行 請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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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